2010年7月 在石家庄市平山县的皇家湾村 来了一位流动的小商贩 他看上去的面容有些憔悴 头发胡子都很长 约莫着30多岁的样子 商贩来到村里之后 把背上的大背包给打开了 从里面拿出了一块垫子铺在了地上 然后又从包里面拿出了一些妇女用品 儿童玩具等等这些东西 放在垫子上开始售卖 这商贩卖的东西并不贵 从几毛到几块的都有 由于这种类的品种丰富 马上就吸引了很多女性村民的围观 这商贩见状就开始和一个大婶闲聊起来了 她先说自己来自于邯郸 问大婶说多年前 你们这里有没有来过一个妇女呢 说现在年纪大约是六七十左右 说话的口音和她差不多 这个大婶边挑选中意的东西 边随手一指说道有啊 那个从山上走下来的人就是 她就是你们邯郸的 商贩呢顺着大使手指的方向一看 只见呢一位年长的老太太正在下山 朝她这里走来 看样子呢也是听到了消息 想来她这里买点东西的 这商贩的眼睛是一眨不眨的望着那个老太太 发现她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还是面相 都与自己思念了无数次的那个人十分相似 看着越来越近的老太太呀 商贩紧张的手心开始冒汗了 等老太太走到摊位前 商贩压制住内心激动的心情和她聊起了听 这商贩问道 说大妈您是本地人吗 这老太太说 我不是本地的 我老家是邯郸的 那你老家是邯郸哪的 我老家邯郸广平的 那广平很大呀 你是广平哪的 我娘家是苏庄的 大娘 您是不是在苏庄还有个哥哥呀 这老太太一听这话就疑惑了 停下来捡东西的手 抬头望了商贩一眼 说道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此时的商贩的声音呢 开始变得颤抖了 说你 你是不是叫假淑梅呀 这老太太更疑惑了 说对呀 我就是假淑梅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商贩听到老太太的回答呀 当下再也无法忍住 这内心的激动了 普通一声就跪倒在老太太的面前 抱着她的腿呀 是放声大哭啊 说妈 我是你儿子呀 我是银城啊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此时呢 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啊 哭得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呀 这呢也不能怪她失控 因为她等这一天呢 整整等了十七年了 那位说这位商贩是谁呢 她为什么要找她的母亲 找了十七年呢 这十七年里 她又经历了 怎么艰难的故事呢 您给点个赞 听老王给您慢慢讲 照片里的这个人呢 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物 班寅城 故事呢 还要从十七年前开始说起 班寅城的家呢 在河北省广平县 东张梦乡的南张梦村 原本呢 他们是村里一户普通的人家 这班寅城呢 有兄弟姐妹共有四个人 他是老三 上面呢 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下面呢 有一个妹妹 可后来啊 班寅城的父亲 已经并去世了 母亲贾树梅呢 一个人就挑起了 抚养四个孩子的重任 这家里面 一下子失去了 重要的经济来源 日子呢 是一天比一天过得艰难 最后啊 贾树梅实在是 无力独自养活四个孩子了 没办法 这大哥班发城 就辍学去附近的梅瑶厂 打工了 大姐呢 也很快就嫁出去了 只剩下贾树梅呢 带着班寅城 和他的妹妹生活 那段日子呢 虽然过得很艰苦 但是呢 至少能够勉强吃上饱饭 可是没想到啊 这意外却突发来了 1993年11月27日的早上 13岁的班寅城呢 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了 吃了一个玉米面的馒头 喝了一碗玉米糊糊 然后呢 他和妹妹拿着母亲给的两毛钱的零花钱 高高兴兴的去放羊 临近中午的时候呢 他们回到了家 刚进门呢 就和往常一样 两个人呢 大声喊着妈妈 可是这一次呢 他们并没有听到母亲熟悉的回应 班寅城也没有在意 他想着母亲可能有事出去了 也有可能是去舅舅家了 于是呢 就和妹妹的进屋等母亲回来 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呢 这大哥也回来了 看到母亲不在家 就问班寅城 说母亲没回来 这得到班寅城的回答之后呢 大哥呢 就去舅舅家寻找母亲了 可是到了舅舅家之后呢 说母亲没在呢 大哥呢 又去了姐姐家去寻找 可是母亲呢 也不在姐姐家 这一直到晚上啊 这母亲都没有回来 这一下子 班寅城几个人慌了 开始四处的寻找母亲 可是呢 他们问遍了周围的邻居 和亲朋好友 得到的回答都一样 都没有人知道 这母亲甲树妹去哪了 他们的妈妈呢 就这样丢了 班寅城在得知母亲 丢了之后呢 非常伤心 天天想母亲天天哭 整整哭了三天 由于这悲伤过度呢 哭得太厉害了 最后呢 班寅城的眼睛 都给哭出问题来了 看不见东西了 这哥哥姐姐一看就吓坏了 忙把他送到了医院 这经过一番救治呢 班寅城的眼睛 总算是恢复了症状 后来在经过两个多月的 寻找无果之后 无奈 这哥哥呢 回去上班了 这姐姐呢 也回到了夫家 这家里呢 只剩下了班寅城 带着妹妹独子生活 1994年的春节 是母亲不在身边的 第一个春节 班寅城记得 那个时候天上下着雪 这村里面 家家户户放着鞭炮 热热闹闹的 庆祝着青春佳节 而班寅城呢 只能和妹妹两个人 蜷缩在家里的柴火堆旁边 他看到妹妹有些冷 就搂着妹妹 给他一点温暖 两个孩子呢 就这样一边听着窗外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一边思念自己的母亲 痛哭流泪 长大后的班寅城啊 说他一直无法忘记那一幕 两个孩子啊 这大的才13岁 完全没有生活能力 家里的存粮很快就吃完了 他们俩呢 只能去敲邻居叔叔 拜拜家的门 请求他们给一点吃的 索性贾树梅夫妻啊 平时为人和尚 邻里关系也不错 又加上遇到了过年 这村里面啊 或多或少的 都给了两兄妹的一点吃的 就这样 靠着村里人的阶级 班寅城和妹妹呢 熬过了这个春节 春节过后 班寅城村里的一个亲戚告诉他 说邯郸市呢 有很多乞讨的人 说那里呢 可能有他母亲的消息 听到这个信息呢 班寅城就决定外出寻找母亲 他觉得母亲 一定不会离他们太远 相信自己呢 很快就应该能找得到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 班寅城就先把妹妹 送去姐姐家 之后呢 又硬着头皮去找舅舅 借了五块钱 加上大姐给他十块钱 班寅城呢 就踏上了寻母之路 到了邯郸市呢 班寅城因为年纪太小了 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 在这个城市流浪了十多天之后 不仅没有打听到妈妈的消息 最后呢 钱也花光了 因为身上没有钱 这班寅城饿得不行了 只能靠着乞讨为生 通过乞讨呢 他又在邯郸市 坚持了一个多月 最终仍然没有找到妈妈 最后还是好心人 塞给他五块钱 让他有了回家的路费了 回到村里的班寅城啊 遭到了小伙伴们的嘲笑 有个小伙伴对他说 说你妈妈跟人跑了 别人让别人给拐跑了 他肯定又给你找了个后怕了 班寅城呢 坚信 他母亲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抛下他妹妹 独自离开的 因为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久 很多人 包括他舅舅 都曾经劝说母亲另寻出路 可是呢 母亲却坚持 要把他们几个孩子带大 所以他内心一直相信 妈妈肯定是遇到了 什么迫不得已的事情 才会离家的 极有可能是被骗了 毕竟呢 妈妈是没有什么文化 也不识字 非常容易被骗 面对小伙伴的嘲笑啊 班寅城是气不大一处来 直接叫了几个好朋友 把嘲笑他那个小伙伴呢 给揍了一顿 同时呢 班寅城也暗暗在心里面发誓 说一定要找到妈妈 不久之后 14岁的班寅城 在跑到父亲的坟前 上了一炷香之后 拿着东拼西凑来的22块5毛钱 和带有母亲照片的身份证 再次踏上了寻母之路 可是对于去哪里寻找母亲 班寅城完全没有头绪 只能用最笨的方法 从最近的村庄开始寻找 一个村接着一个村 拿着母亲的照片挨家挨户的询问 全城呢 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 全靠一双腿走路 一个多月后 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这期间 他沾沾五弯射线等地一无所获 到了射线的更乐阵呢 这班寅城深无分文了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 他在镇上的一个专厂打工 因为年龄太小 身体雷入 在这个计价发工资的地方 别人一天能挣10块钱 他只能挣到2块钱 在专厂坐满一个月后 班寅城拿着53块钱的工资 又回到了形态 可是呢 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后来他听说有人在河南驻马店 见到过母亲 于是立马南下去了筑马店 那个时候正是冬天 外面飘着大雪 班寅城冷得就随便找了个柴火堆 依靠着入睡了 在梦里 他梦到了一个长相 类似爸爸的男人对他说 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妈妈就在前面等着你的 很快就到了 醒来后的班寅城呢 发现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枯湿了 可就是这个梦呢 给了班寅城希望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找到妈妈的 在筑马店寻找无果之后呢 班寅城又来到了河北省的平山县 在这里呢 他无意间看到了一位妇女长得特别像妈妈 就连走路的姿势都和妈妈一模一样 班寅城激动的跟随这位妇女来到他的家里 直接告诉对方的家人 说那个妇女是自己的妈妈 你们快让他出来和我相认吧 可结果呢 被别人给打出来了 对方还报了警 说他是骗老人前的骗子 这警察来了之后啊 把班寅城带到了派出所 班寅城拿出了自己的户口本和母亲的身份证来证明自己 并向警察讲述自己多年寻母的经历 这警察听了之后呢 也是甚是感动他 不仅把他给放了 有一位好心的警员还给了他一些钱 就这样啊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八年 他也从一个十四岁的小孩 长成了一个二十二岁的大人 八年的寻找吴国 让他的身边也出现了各种劝他放弃的声音 包括他的舅舅也劝他回家 说你回来成个家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 别再寻找母亲了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人还在不在世都不一定呢 可是这些声音呢 依然无法改变班寅城寻找母亲的决心 他依稀的记得妈妈在家的时候呢 曾经和周围的邻居亲戚们闲聊中 曾经提到过说家里有个大叔是在威海 于是就凭着这条线索 他来到了威海 找到了一份打捞海带的工作 他直接和老板说 说我一天呢只能工作十天 我就拿了十天的工资 剩下的二十天呢 我要走劫串线的打听母亲的消息 这好心的老板呢 最终同意了 班寅城呢 就这样在威海一代就是三年 可是呢 依然没有找到母亲的任何踪迹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不知不觉间 班寅城的寻母之路坚持了十七年 他的足迹呢 在这十七年间 踏遍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个省的城市和农村 在这期间呢 下水道山洞坟地庙宇 垃圾场等等地方 大家可以想到的地方 他都成为过自己的牺牲场所 有时候在下水道里面睡觉 一夜醒来 发现自己全身被泡在了水里 可尽管这样 班寅城也没有想过要放弃 终于事情迎来了转机 班寅城在经过一家两云店的时候 听到这家店里面叫卖着各种妇女用品 儿童玩具老人用品 这班寅城灵光一现 说母亲是个女的 肯定会用到妇女用品 自己何不成为一个商法 到各个村子里面叫卖这些东西呢 一方面能赚点小钱养活自己 另一方面也方便打听母亲的消息呢 诶 这班寅城说干就干 立马花了一百多块钱 买了一些小东西 装进大背包里面 开始走村进寨的售卖东西 寻找母亲的下落 还别说 这个效果呢 非常好 由流浪者变成了小商法 大家对他的防备心呢 也没再像以前那么重了 看到他卖东西呢 这村里的很多大妈大婶呢 都被给吸引过来了 和他没闲聊的时候呢 也能够打探到一些消息 就这样坚持了没多久 他就来到了石家庄市平山县的皇家湾村 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了 17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 那一刻呀 贾书梅看到跪在地上的儿子 自己也是痛苦不已 作为一个母亲 他也无时无刻的 不再想着自己的孩子 可是他为什么不回家呢 他是怎么来的石家庄呢 随后贾书梅的一番话 让人感到十分的愤怒 原来呀 当天班阴城和妹妹放养走了之后 同村的老李呢 来到家里面对他说 说这个快到春节了 这发城呢 这样辛苦也挣不了几个钱 我看你家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 我也很可怜你 想帮帮你 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我有个亲戚呢 在邯郸市开了个饭店 这年前的生意好 需要人手 你在店里面也就是帮忙 刷刷碗细细菜什么的 一天给你开十块钱 你就过去做几天 春节前呢 赚一点钱 回来好给孩子们 买点好吃的 置办些新衣服呢 这家里面也能过上一个好年了 不是 这甲树没一听老李这么说呀 顿时就心动了 邯郸离他们家不远 这工钱也不少 这更何况老李呢 也是他们村的 知根知底 这还是信得过的 于是呢 当时他就和老李出了门 想着呢 先去店里面看一下 这晚点呢 还能回来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 这一出门 他就被老李 以两千块钱的价格 卖到了石家庄的 皇家卧村来了 来到了皇家卧村 这甲树没也想过要逃出去 可是这里呢 离家太远了 村子又非常偏僻 就算是走出了村子 这外面的山路也是弯弯绕绕的 一不小心就迷路 甲树没身无分文 不认路不识字的他 根本没办法 凭一个人的力量回到家里面 只能就这么待下来了 有个词叫苦尽甘来 经历17年的艰苦寻找之后 班寅城终于把母亲给带回了家了 后来他的事迹被媒体所报道了 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 一家食品厂的董事长 听说之后呢 亲自上门 看望了班寅城母子 并为班寅城呢 提供了一份工作 在厂里呢 班寅城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爱人 李新兰 两个人在工作中是相知相恋 最终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2010年 班寅城还被评为 感动河北的十大年度人物 17年的苦寻 17年的期盼 终于是雨过天晴 苦尽甘来了 这样圆满的结局呢 离不开班寅城的 一个孝心与坚持 同时呢 老王在被感动的时候 也深深的希望 说这样的事情呢 还是不要再发生了 愿天下所有的家庭 都能够幸福美满 好了 我是老王 喜欢老王讲故事的经典 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个故事 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